大家好啊 今天分享一道家庭版红烧狮子头的做法 新年到开好头 祝你逢孕当头 现在碗里放一小把花椒 加入姜参 葱段 倒入开水浸泡10分钟 泡出花椒的香味 早上买了一斤猪肉 猪肉我选的是七分瘦三分肥的那种 先切成小块 再剁成猪肉泥 装入盆中 调味我加入了盐 一勺十三香 一勺发酵粉 一勺鸡精 两大勺的生抽 一勺玉米淀粉 一勺面粉 再把泡好的花椒水分次倒进去 加淀粉和面粉 能增加肉效的粘性 做好的四字头不易散开 每加一次花椒水 都要充分地搅拌均匀 剩下的葱姜 花椒留着备用 为了让丸子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可以抓起肉馅进行摔打 来增加肉馅的韧劲 摔打两到三分钟 然后再淋入十毫升的使用油 继续交打上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一些底油 倒入剩下的花椒 姜生 煸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温水 过年做菜的时候 忙得总是少晃一些调料 这次用了红烧料 一包就搞定了 放入炸好的肉丸 盖上锅盖 水开以后改小火 慢炖三十分钟 中间要给肉丸多欢几次面 使肉丸内部也能吸收到汤汁 半小时以后 肉丸就炖好了 哇 蚊子好香啊 捞出来装入盘中 将里面的料渣捞出来不要 倒入准备好的水淀粉 开大火煮开 汤汁变得粘稠时就可以关火了 直接把汤汁淋在狮子头上面 撒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咱们的红烧狮子头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 看着就想吃 夹开看一下里面 肉质特别的鲜嫩多汁 凉油脆脆的还解油腻 吃着比买的还要香 学会以后过年带客人也有面子 喜欢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起来 帮忙转发 收藏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